嗨大家好我是阿昌 我們今天人在WeBike 講到排氣管的改裝品牌 你第一個想到會是什麼呢? 你知道其實在亞洲地區有一個歷史非常悠久的排氣管改裝品牌嗎? 先分享一個小小的故事給大家 在1954年的時候 日本九州地區有一個小小的改裝車行 那當時其實他是幫附近的美軍基地的一些軍人 可能做一些例行的保養 或是小小的改裝 方便這些軍人在比如說他們美軍基地內部辦一些比賽的時候 提升他們車輛的性能 那厲害的就是透過這家車行改裝的車子 其實性能都得到蠻大幅度的提升 一下子這家車廂就變得非常有名 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 這家車廂在1978年的時候 當時日本的零路賽道舉辦了8小時的耐久賽 那就是現在大家熟悉的零路拔耐 用他所改裝的車輛 那車輛是Suzuki的GS1000 打敗了那個時候的Honda廠車 Team RSC 車隊 這是一件非常讓人家跌破眼鏡的事情 因為一家小小改裝車廂起家的一個牌子 居然有辦法打敗當時那麼大的一個品牌 從此之後這個品牌真的就是聲名遠播 名聲大招 那講到這邊大家應該就已經知道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牌子就是 日本非常有名的改裝品牌 吉村 Yoshimura 其實最早吉村這個品牌呢 它的設計的排氣管主要是針對 中大型以上排氣量的車種 尤其當年很多是甚至跑比賽的車種 差不多是在2014年的時候成立Yoshimura Asia 這個部分它主要是針對亞洲市場 而且也是比較針對中小排氣量的車種 去設計對應的排氣管 應該有些人會想到的就是 其實它有區分 美國、日本或是泰國 泰國就是我們現在講的Asia 那其實有些人會對於製造品質 有一個迷思啊 就是覺得好像日本製的會比較好 日本製的可能比較耐用啊 材料用比較好等等 那其實這部分是可以不用太擔心啦 因為我有特別去確認過 就是Asia的部分 它也是從日本那邊淨原料進來 然後品管的檢驗也是遵照日本那套標準 所以你從Asia買到的這種 中小型排氣量的排氣管 在品質上面還有質感上面 也都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一樣也是當年吉村老爹的精神 那Yoshimura目前針對小排量車種 主要分成兩個系列 一個是GP系列 那另外一個是R77S系列 那我手上的這一箱 是GP系列 我們等一下先開箱這個排氣管 給大家看一下內箱裡面有什麼東西 它裡面這個 我剛一打開還以為是什麼 草析 就是一些防撞材啊 它裡面其實主要就是蠻多那種 防護的防撞 這些東西 對啊 就是保護這些零件 還有排氣管 不會受傷 因為畢竟 萬一 因為運送過程然後受傷的話 哇這不得了啊 哇 這個就是前段啊 然後 這邊它有一個 這個是算是使用手車 還有保固卡貼紙 這個就是非常重要的尾段 上面有一些螺絲啊 電片啊 哇 這個就是尾段本體 那這邊就是開箱出來的東西啦 裡面有很多緩衝材 那緩衝材超多 它就是幫你把這些東西全部包好 放在裡面 保護性提升很多 講到緩衝材 有一個東西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如果你買了Yoshimura的排氣管 收到東西一定要記得 先檢查一下商品的外觀 貨運大哥有時候可能不小心 他也不是故意的 可能跟你尻到啊幹嘛 雖然它裡面有那麼多的緩衝材 可是如果真的大力擠壓到啊 比如說變形啊 或者說你買了排氣管的型號 假設真的不小心出錯貨了 然後不是你要的型號的時候 你只要在10天內 然後沒有任何安裝使用 都是可以幫你再換過一支新的 先跟大家講一下 開箱裡面的所有內容物是什麼 像這個最大根的這個 就是前段啊 大家看一下 比較有特色的齁 我覺得應該會是這個地方 大家有看到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前段的吊耳 而且它已經幫你焊好在上面 其實現在很多的 連現在喔 市售排氣管 它的固定方式就只有前段 然後跟 待會會給大家看的排氣管尾段的吊耳 基本上就只有這兩個支撐點 那其實騎了那麼久 這兩個支撐點 說實在也沒什麼問題啊 但是比較大的品牌可能 它比較用心 或是說它比較針對一些小細節 都有特別用心在這上面 所以它特別增加了一個 這邊的吊耳 那這吊耳鎖的位置呢 其實對應的是你 腳踏後移的那個部分的其中一個鎖點 腳踏上的一個鎖點 那好處我覺得 會去分散你整個排氣管的重量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們前面一直在講的 吉村的品牌精神 對因為身為一個世界知名的牌子 而且當年你要想從一個小小修車行 把一個很厲害的大公司企業長隊幹掉 對一定有它的道理在 從這個小地方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配件包 這個小彈簧啊 它其實是有Yoshimura Logo的 算是一個很特別的小巧思 然後還附給你一個這個 這個是他們的特工啊 因為一般我們在勾那個彈簧的時候啊 大家應該都是用尖嘴錢把它拉起來然後勾上去 對那其實它有附一個特工 方便你去做這個動作 你就不用用尖嘴錢在那邊把那個東西拉起來勾上去 可能會傷到啊或什麼 這邊是重點啦 尾段 然後我手上的這一支是GP的泰藍色 焊接的地方啊 這個焊到的部分 焊得非常的漂亮 然後包含前面 這邊也都是 然後每一支排氣管呢 都有隨附小雲塞 很多人是怕吵嘛 可能炸接啊 或是怕吵到別人啊 小雲塞裝著就不會那麼的可怕 講到小雲塞 它後面其實有一個小名牌 這個小名牌是什麼呢 它是通過泰國的噪音認證的 那有些人可能會有一個疑問啦 就是泰國的噪音認證 台灣好像不能用 因為其實這一塊啊 說實在泰國的改裝風氣 比台灣盛行很多 那這一塊台灣其實 目前有些排氣管也都有陸續在推 噪音認證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可以當一個借鏡啦 就是人家都已經在這麼做了 那當然他們有通過認證 就會把它秀上去 然後它前面這裡 還有一個像QR Code的東西 就是你可以透過掃描這個QR Code 確定說它是不是贈品 它的尾段的燒泰色真的是很漂亮 而且加上我們前面講的這些 它注意的那麼多的細節 前面有給你一個釣耳啊 然後做工很棒啊等等 那大家一定會想到 這個東西YOSHIMURA 然後又做得這麼好 是不是貴到翻掉 說實在還真的沒有 我幫大家整理一個價格表 其實你們應該會發現 這樣子的一個價錢啊 跟你們去搜尋 大部分你們可以對應到的排氣管 其實價位上來講 已經是非常的差不多 甚至有一些還比較便宜 我把顏色還有對應的重量 都放在這邊 那對應的車種跟大家講一下 像是小阿魯啊 R15啊 或者是Honda車系的 CPU-0R Supercube C150 那甚至於說 MSX 就是這些常見的小車 其實都可以買到對應的排氣管 它裡面的話還有附這個 YOSHIMURA的使用手冊 你會發現它這裡面 很多的小零件都有料號 所以其實你可以透過 V-Bike 就是假訂你哪一些零件 需要比如說更換 就可以透過它們 然後對應這些料號 去訂購這些零件 那當然因為零件其實這種小東西 訂購通常會等比較久啊 但是好處是訂得到的 看一下背面 裡面有一張 YOSHIMURA的正版的證明書 也就是保固卡 上面也都有序號 所以很重要 那也可以保障 跟V-Bike買到的YOSHIMURA 確定都是正版的YOSHIMURA 因為安裝的影片其實比較冗長 所以我們沒有把它放在這支片裡面 那後面V-Bike的話 會另外發一支 詳細的安裝教學影片 再麻煩大家留意一下 影片下方的資訊欄位 或是關注一下V-Bike它們的動態消息 那我們接下來就到戶外 測試一下這支GP排氣管的效果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騎乘的體驗心得 那我們現在人來到戶外了 等一下我們會來試一下基村的這一支GP管 騎乘的感覺會是怎麼樣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它的聲浪聽起來怎麼樣 我們發動給大家聽聽看 我覺得它GP管其實回油的時候 聲音是很低沈 然後其實沒有很大聲 像我現在回油 我覺得跟原廠比沒有到大很多 但是吹油門的時候聲音真的是 滿爆的 那改裝排氣管它其實 除了外型跟聲音之外 還有一個因素是重量 就是如果你 對於車子的部分有比較要求 那其實排氣管也可以幫你把車子的重量減輕滿多的 我們今天選用的測試路段 主要是在比較郊外 比較不會吵到人 現在騎的這個感覺是有裝消音塞的喔 消音塞拔掉應該更炸 我覺得GP給我 我覺得感覺它在8000轉 9000轉之前 起步直接拉到9000的那個加速感 感覺是比原廠順暢滿多的 但是 大補油門的時候的聲音真的是 哇 跟在賽車一樣 然後其實如果你的 轉速不要拉的 就是油門不要灌得那麼兇的時候 其實聲音我是覺得 當然一定比原廠大聲一些阿 可是我覺得其實也沒有到很可怕 像我現在轉速大概就是 低於5000 然後油門輕輕灌 像我們如果經過假設一些住宅區 可能輕輕的補油門 比較不會干擾到別人 或是吵到別人 今天你是出來跑 就是出來騎乘 可能在郊外 你可能今天想要稍微熱血一點 你可能就是轉速稍微 拉高一點 然後灌一下油門 排氣管 吉村的這個排氣管阿 其實他們有去跑那個Dyno機 就是有去做那個瑪力曲線的測試 那測試起來那個曲線看起來的確是比原廠的排氣管的曲線測試看起來漂亮蠻多的 不過其實改完排氣管還是建議要針對電腦去做調整 會讓你整個車輛運作的再更順暢一點 小車其實你也不可能因為改了一支排氣管 然後快很多很多是不可能的 但是很多東西都是一點一點一點累積加起來的 比如說我們前面介紹過的可能齒盤、鏈條 那包含可能今天講的排氣管 甚至你選用好一點的輪胎抓地力比較好等等 其實你一輛車子想要達到一個不錯的騎乘效果跟體驗 那如果你追求的是比較完美 各個部分都想要提升的 那排氣管的改裝項目我覺得 YOSHIMURA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我還是要謝謝WeBuy有這次的合作邀約 讓我能夠來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YOSHIMURA的這個排氣管 7層的體驗 那整個使用的心得 最後也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目前我們介紹這些排氣管 在WeBuy的網站上面 也都看得到 那他們目前都是有引進YOSHIMURA ASIA 而且是正版的排氣管 在做販售這樣 那買回來的話 其實你可以參考 我們前面講的那些DIY的步驟 那自己安裝 我覺得其實困難度說實在的 不是很高啦 因為我自己拆裝那個 USB其實也是幾乎把殼都拆下來了 那排氣管的話 你可以參考那個詳細的步驟 吉村對於它的產品其實是很要求的 那如果你剛好也喜歡 吉村的這些系列的排氣管 不管是外型或是聲浪表現 那價位上我覺得其實 算是還蠻可以接受的 因為前面都有幫大家整理出一個列表 最便宜從9000多塊 到大概1萬多塊就可以解決了 那我覺得拍攝這集影片 主要也是分享給有興趣的觀眾 就是如果你剛好也在參考排氣管這個改裝項目的話 那看完這支影片 看對你有沒有什麼幫助 那下一支影片 我們會跟大家分享 R77S這個系列 如果有興趣的觀眾 也記得鎖定一下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這個中文字幕才能夠 是否有興趣的 以及在參考慮下 我之前在參考慮下